我一人的我 二人掛著 未來未來 嘿 大家好 我是M-Nike 叫我A夢或E夢 今天要來介紹一下四四花 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會在2020 1月2號的下午4點 開放抽池 這個角色呢 我的頻道是會有代抽的 所以是在關注一下Discord的公告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他的技能吧 UB呢是召喚一個分身 並且張開結界 那在結界內呢會加魔攻 還有TP上升 有點像琴姐的那一個結界圈圈 那1技呢是前方範圍的 魔法傷害並且會束縛 0.5秒 那2技呢是單體的魔法傷害 並且會有一個小破防 那EX跟EXPLUS都是 增加自身的魔攻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分成四個面向來 介紹一下這個角色吧 首先呢是這個能力簡介的部分喔 先從最亮眼的UB開始說起吧 四字花的UB看起來有一點特殊 但是其實我們對這樣的能力也不陌生 它就是一個開UB的時候 會召喚一個召喚物 然後會有全體的BUFF 這樣子的一個UB 只是它召喚出來的召喚物 是它自己而已啦 那四字花的召喚物會有跟本尊一樣的能力素質 一樣的技能循環只差在說不會開UB 所以四字花沒有辦法像TWICE那樣變成一大堆 至少戰鬥中是沒辦法的 那動作循環的部分呢 我顯示在畫面上 看這個動作循環會覺得破防好像有一點跌不起來 但是呢開過UB之後它會變成兩隻 也就是它會上到兩層的破防 破防方面雖然破防量略遜於中二 但是大部分的情況下 你用四字花配永黑破防也足夠了 再加上它的站位跟中二相比是比較安全的 然後呢它的BUFF超級優秀的這個特點 基本上算是完勝中二啦 除非你在聯盟戰出兩隊法隊或者是你有缺角色 或者是說部分的關卡有特殊的需求 不然中二的出場率在四字花出了之後 真的是有一點偏低的啦 只是這個UB大家往往都會被那個分身吸引注目喔 而遺忘了這個UB本身它非常強勢的點在於它的BUFF 它像琴姐那樣子會開一個圈圈喔 那圈圈內呢都會有BUFF這樣的類型 基本上法師的角色都可以吃到 甚至連前衛都有蓋到的部分 所以這一招跟琴姐的那招有點類似 就是不太需要去擔心它的範圍問題 那它強勢的原因不只是魔攻的BUFF量非常的誇張喔 它還會增加15的TP上升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強勢喔 平常我們甚至都會為了TP上升會少2啊少3啊就去卡RANK了嘛 那更不用說它是直接跟你加15了 那如果你想要詳細的知道說15的TP上升 實際上數據上到底是多少的話呢 在這一集這個新手聊聊我有講過 所以我這邊就不多提 那除了UB啊 小招一招帶破防 然後一招又有範圍束縛的控制能力 基本上在各方面來說都是稱霸全場啦 只能說公主技的角色真的基本上無弱者 之前的克總跟母英米也是一代一代的META 好那再來講講聯盟戰表現的部分吧 基本上以未來的法隊來說 永黑跟四字花算是固定班底 就好像之前有一陣子固定會放中二跟永黑一樣 就是破防的部分 反正四字花出了之後的法隊就先放四字花跟永黑 然後其他的再來考慮 當然某些特殊陣容或者是BOSS例外啦 例如之前那一個700萬大衛王刀 那個就是沒有永黑的這樣 那四字花在聯盟戰會有怎麼樣的表現相信 剛剛聽完能力簡介應該就可以略知一二了 反正就是他會破防嘛 然後BUFF非常的誇張 所以他可以帶齊整隊的輸出量 屬於偏輔助類型的角色 而且他還不只有輔助的功能 他還可以在聯盟戰的部分BOSS做到坦的效果 因為他會放一個分身嘛 而這個分身的位置大概是在酒鬼的前面一點點左右的這個位置 所以說如果你出一個五隻角色都是後衛 或是說酒鬼坦的陣容的時候呢 四字花的分身就可以在最前面做到坦的動作 雖然說四字花的體質並不是非常的好 但是每次開UB的時候分身都會更新嘛 所以呢就會一直有更新那個坦克的血量 那在這方面來說是可以達到還不錯的效用的 那綜合來說呢 四字花在聯盟戰的表現 我覺得體感上甚至比現在的勇黑還要更誇張一點 如果你缺這一隻角色的話 在聯盟戰我會覺得 你還是直接租一隻四字花比較快 不然整個法隊的傷害可能會差有點多 當然啦你要硬配沒有四字花的陣容一定是可以的 只是能打多少傷害就不知道了 講完聯盟戰再來講PVP的部分 在剛剛的角色簡介中有提到 其實一技的束縛這個控制技能放的是非常頻繁的 那他可以有效的去斷到坦克的小招 大部分的坦克小招都有非常強勢的效果 所以呢平凡的斷小招對於推坦來說絕對是會有很大的幫助 那這也是羊駝很強勢的其中一個原因 畢竟他暈眩暈的非常的頻繁嘛 而且四字花的束縛是小範圍的 所以他有機會抓到一些飛到前面的公主 像可可蘿啊萬聖布丁等等 尤其是可可蘿喔 可可蘿在六星之後PVP的表現也是非常的誇張 你沒有把他抓到前面的話 基本上很難推掉很難推到六星的可可蘿 所以四字花在可可蘿六星之後的進攻陣容呢 我認為也是一個非常好用的角色 雖然會這類的控制技能的角色還有其他人啦 但是他是一個選擇嘛 再加上說他的UB會帶一個非常誇張的TP上升 然後還有魔攻的buff 所以你搭配泳裝咲戀呢 也會有很多不同的進攻還有防守陣容可以使用 只是他的體質非常的軟 AOE的角色很容易可以把他砍倒 那砍不倒的話就放個深月嘛 他的站位以法師來說算相當的前面 所以大部分的物理AOE角都是可以切到的啦 那就還是那一句啦 沒有絕對的PVP陣容都還是要看應對 那比起聯盟戰的第一人權定位 我覺得四字花在PVP比較類似說 一個很好用的零件 就是有他的話呢 可以為你的隊伍帶來一些期望的增強 然後可能可以去配出一些比較特別的陣容 然後穩推某些防禦陣 但是我覺得他比較沒有到 勇狗這種有一點一隻獨秀的地位啦 如果說聯盟戰是天下無雙的話 那PVP大概是SS到SSSS的強度吧 那最後呢來提一下推圖跟火動 四字花的許多關卡其實都有不錯的效用 公主技的角色在許多關卡推圖露娜塔等等 也都是會有蠻不錯的表現 克總跟母英米也是這樣嘛 所以四字花呢當然也不例外 例如說大家可能有看過一個推EX2 然後全AUTO魔隊的陣容 他的核心理念呢就是 四字花的UB會幫所有人加魔攻跟TP上升 所以呢你全AUTO的話補師就來得及補 而且他增加的魔攻量非常的多 那個美里補下去都是直接一補超級誇張 像之前提到的用分身去坦 其實在日服的活動也有出現過 像例如安在法師中其實算稍微硬一點點的 所以說在打BOSS的時候呢 四字花的分身跟安輪流去坦 然後欸這樣就可以不放坦克 然後達到說可能可以更低回數的通關 會有這方面的用途這樣子 那總結來說 四字花沒有潰對7冠的這個名號 是名副其實的人權角 在各個地方都會有他的用途 而且也是非常的強勢 之前在講泳裝的時候就有一直提到 他是一隻必須要取得的角色啦 只是如果你沒有抽到的話 公主祭復刻他就會再出來玩 那算是復刻的速度比較快的一個角色 尤其是半週年跟週年的活動 基本上都會有公主祭 所以最晚最晚也是半年來一次 而台版的半週年的活動 大概會落在1月底到2月左右 要看SONET的行程安排 這樣子 好 那今天跟大家簡單的介紹了一下 四字花這個角色 總而言之呢 這個角色我覺得沒有什麼疑慮 就是最好是大部分的朋友 都去取得這個角色 好不好 那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